把实践展开为社会伦地时 基本原则就是慈悲与平等心 因此我们应借着各种机会 生起更强大的愿力 希望自己越加精进 以服务众生 托尔斯泰曾说 只要有屠宰场就有战场 事实上只要看过 现代的工业化养殖场 屠宰场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别过脸不去瞧 那是相当残染的一件事 但我们面对的 多是处理好摆在市场里的肉品 或是餐桌上的菜肴 所以不晓得事情的真相 是那么不堪入目 也不了解我们对吃下去的动物 究竟做了什么事 减少肉食 就会减少它们的痛苦 就会减少了 但很高兴 是的 我会有点痛苦 但在这期间 在这期间 就是减少了 也很高兴 就是我们的一样 你喝水 有点减少了 真的 我们的顺便 各位部罩大家好 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几道家常菜 第一道叫做乡村松子炒饭 第二道叫做沙茶炒干丝 第三道叫做葵萃白玉 里面的食材我们都非常的容易取得 并做成料理 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乡村跟松子 首先介绍的这个是松子 松子你看这就没有烤过的 这个也可以吃 但是你要烤过的要更香 松子又称为长寿果 你看看这种名字就知道很棒 然后这个是松子松树上面结的锅子 叫松子 那再来介绍的这个是乡村 乡村的乡村叶子把它下来洗干净晾干 加沙拉油或橄榄油一起打成的就是乡村酱 然后这个炒饭我们要把这个带进去 颜色会比较好看又营养比较好 这是青江菜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然后红萝卜也是一样切碎 就把它加在这里面炒饭一定非常的不一样 那你要加上自己的其他的蔬菜都可以 只要不偏离乡村跟松子这样做起来就很棒 各位福尚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还是跟丽萍师姐一样 我们要来做什么 做炒饭 炒饭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对不对 炒饭其实好像说炒饭大家也会干净 但是我们这一集介绍的是 香村松子炒饭 什么是香村呢 我这里有一个香村 这是刚刚拔下来的香村叶子 我帮到几个十名才知道 这是给香村 香村很简单 拔来把它切一切 洗干净切一切也可以 差不多去拌面 拌什么煮香村豆腐都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这个香村 因为有的家里没种香村 我们是自己刚刚外面有种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 香村松子炒饭的食材 因为炒饭 你也要让人有一点 营养都有够 不像吃炒饭都没营养 所以我们今天用了好几道菜 第一个 红萝卜 红萝卜大家都知道 红萝卜营养很好 对不对 再来高丽菜 现在是高丽菜盛产时 冬天的高丽菜是好吃 再来青江菜的叶子 因为这样加下去颜色就会出来 而且又好吃营养 再来 我们介绍一下 再来这个香村酱 我们刚刚有介绍新鲜的香村 但是我们不要去拔香村 咬香村太麻烦了 你要做的话自己有香村 你拔下来晾干 用果汁机把它打一打 加上沙拉油或橄榄油 就是香村酱 就是这样啊 你要鹹的炒一炒 你要炒什么炒 都可以 你自己要如何咬都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是买现成的香村酱就好了 再来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美籍酱油 你要炒饭 一定要记得 我们中西把它合併 用西餐的美籍酱油 西餐用比较多 我们用美籍酱油来加在炒饭里面 可以 味道就出来了 很多味道 更提味很好吃 再来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 胡椒粉 这大家也知道胡椒粉就不用介绍 让人们知道 你有充分一些胡椒粉 这样就好了 再来这个松子 因为吃素的人很需要就是什么坚果类的营养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采用松子 松子 我们这个松子是已经炒过的 你要买新鲜的不炒的加下去也可以 但香比较不香 对不对 其实你要用其他什么核桃 什么都可以自己去加 我们今天是用松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松子很名贵 所以炒饭上面撒个松子里面加一点鸡 做炒饭 这个变得好吃又有营养 这个白饭 这个白饭很简单 这个白饭是昨天的 会记得大家都没吃鸡蛋的饭对不对 你鸡蛋的饭没人要吃 我们就给它做炒饭 没人感觉就要好吃 你要放在冰姜冰的时候 最好把饭吃剩的饭都把它弄碎 弄开来 今天才会好炒 所以我们请丽品师姐来示范 示范这个炒饭 香榛炒饭 可以了 加一点点油 油接的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好 因为现在不喜欢吃太油腻 这样一点点就好了 再加一点点 因为饭还不少 你看好 OK 再来呢 因为我们的乡村里面就有加油去 所以不要再太多油 再来红萝卜放下去 动作可以快一点没有关系 再来呢 这个是高丽菜 好再炒一炒 因为红萝卜比较慢熟 所以我们 红萝卜把它放下去炒一炒 再来 好可以了 好不然把它放下去 可能 哇全部放会不会太多 好 好这样就很快啊 就炒饭你看看 昨天有把它把饭都把它撑开的话 今天炒饭 不说够了 不会一朵一朵的打不开 你看看它炒起来很顺啊 都不会粘在一起啊 对不对 粘在一起就容易 有时候糊掉了 粘在一起 好像做菜头粿 一朵一朵不好 所以这个要多一点 这样不够的 两时 因为换很多 再多一点点 还可以再多一点点 好 这样就很快的火不要太大 炒饭不可以火太大喔 就因为 很快的不可以火太大 OK了 你看看多么美的香菌炒饭呢 好把它撑开来 好你可以再加来了 我帮忙 好这样很快 好一点 记得用一点 什么 美枝 美枝酱油 美枝酱油是炒饭最佳的极品 OK 再一点美枝酱油 好再来 一点点盐 不要太多 一点点 因为美枝本身就有咸味了 OK 好了可以了 一点点香菇粉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呢将你的那个 松子一点点 还有那个菜叶也可以放下去 松子要留一点 等一下在最后扫在上面喔 等一下才看到你的松子是 看起来价值会不一样 好 好了这样就可以 你看看 香菌松子炒饭 这么简单 你看看又好 你炒 好 你看看这香菌松子炒饭已经接近完成 非常的美 又不太油 非常的漂亮 好可以了 起锅 很简单吧 香菌松子炒饭 我就说我们这盘实在是 超大盘的 好我们可以 不用全部都盛上来 差一点 我记得他在上面加上松子 对松子撒在上面 这盘炒饭看起来有够好吃 这小子最爱吃 对我想到这个炒饭 我就想到一个小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不是瞎掰的 有一次我去年分享给你知道 我去年去那个 去评审的时候 住在一个事业里面 那个一个师傅就跟我说 我给你带饭 结果我带的那天带的就是香菌松子炒饭 到评审的时候 大家看到 周老师你带什么 我说我带这个炒饭而已没什么菜 他说给我吃一口好不好 我说好就趁机会 给他每个人吃一口 他吃了一口 原来素食可以做的这么好吃 从此 我每次去评审 一大堆人都是跟着我 他说学佛真的很好 我说学素食学佛就是这么好 所以大家从此以后大家 去评审都是吃素食 我觉得这样我们无信中把素食也推动出去 对不对 也把健康带给大家 所以大家 会炒了以后 请大家一起来 推给你的 亲居朋友 对 让大家都能够吃到 不一样的素食 请大家记得 香菌松子炒饭 材料 米饭 香春酱 高丽菜 青江菜 红萝卜 松子 调味料有 美籍酱油 胡椒粉 香菇粉 油 做法 一 先将高丽菜 青江菜 红萝卜切碎备用 二 起油锅 先把米翻炒开 盛出备用 三 再次起油锅 少油 放入高丽菜 红萝卜碎 炒一下 即可放入备用蒸米饭 一起炒 淋美籍酱油 放香春酱 香菇粉 胡椒粉 炒拌几下 即可将松子放入 中盘上面再淋一点松子即可 香菇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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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是菜脯 菜脯有很多种 有成年老菜脯 那个是很久很久的 但是不适合做这一道菜 还有的是客家菜脯 那个也是很香 但是也不是做这个 我们这一次要选择的是这种 是没有很咸 而且又甘甘的菜脯 甘甘的菜脯 然后这一种再加上这一种的五香豆干 五香豆干这一种是用五香去做出来的豆干 所以你看看它的软度也够 软度也够 所以炒起来会非常的好吃 再来介绍这个香菇一样 香菇还是选 我都买这种适中的香菇 这也是普里的 所以我常买普里的香菇 因为水质好 空气好 所以香菇很香 其实台湾的香菇 很多味道都很棒的 很香的 你自己适合你找你自己适合的香菇来搭配 这样做起来的菜非常的好 适合带便当 适合一般比较重口味一点的人来吃这道菜 朋友们 我们推动素食到现在已经做了不少菜了 对不对 丽萍啊 对啊 我们今天我们要跟丽萍他是最棒的学生也是最棒的达人学 真的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道叫做沙茶甘丝 里面主题是沙茶跟甘丝 所以我们配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不能偏离主题 主题一定要最多甘丝 比如说其他的词是说 只能够三分之一左右就好 绝对不能超过主食 不然主题就不知道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了营养为了颜色 所以我们还是配上红萝卜 红萝卜不用什么介绍大家都知道营养得好 再来香菇 还有芹菜 对不对芹菜 最重要一定要加菜脯 人们说你做这项菜 加菜脯炒豆干不吃 不吃太鹹 你看菜脯也有很多种 会记得 挑选菜脯的时候要选择 如果太鹹回来 一定要稍微泡水一下 自己吃一个看看没什么咸 这样才可以 豆干也是一样 豆干你可以挑选你自己的豆腐 也可以煎一煎也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五香豆干 你什么豆干都可以 你自己去挑选 好我们先请丽品师姐来示范 好 很快的你看这些菜都非常的平常 也非常的容易可得 来 OK 好他已经在热锅了 热锅一下 记得香菇先放下去 记得香菇放的时候要记得 香菇放的时候一定不要说 油很烫的时候才去爆香菇 其实这样是不对 油要 有一点温温的有点凉 油放下去香菇就要放下去了 因为香菇这样才不会说 记得香菇都炒会搭香味又不好 这样不好 你看香菇一炒一下就OK 这样 香味都出来了对不对 你看这么简单 红萝卜放下去 因为红萝卜比较慢熟 所以红萝卜放下去 再来干丝放下去 干丝放下去 稍微炒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他放这里 好这样 差不多了 再加上你的 一点点水 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 再加上树蚝油一点 沙茶酱也 好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一道不放 不放盐 又有菜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点点树蚝油 只是要 让树蚝油的香味能够渗透在 跟那个沙茶的结合 能够融入在 干丝里面 这样才会香 加上一点点调味料 OK 可以加上一点点调味料 OK这样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好来菜脯 好给你倒下去 菜脯倒下去 菜脯 菜脯一定要试试看有没有咸 太咸不行 再来这个 芹菜也放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再加上一点点香油 你看看这道菜就将近尾声了 好 这会太大不然会粘锅的 好 炒一炒 你看看 芹菜也绿绿的 对不对 没有没有 都没变色 没炒到红红红 这样 这个绝对好吃 来 好就可以盛上这里了 盛上这里 沙茶干丝就 已经完成了 这个是带便当 很好吃 最好的 最好的便当菜 你怎么炒都没关系 你蒸便当怎么蒸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去大胆去做 大胆去带便当 我蒸过这个便当 大家都很喜欢 很香 对不对 我会想你也是 加那会不会更香 这样子 那除了炒这干丝以外 你也可以炒很多 因为这个酱叫什么酱 这酱叫做万用酱 为什么叫万用酱呢 因为 我们本来这个酱没有做什么 羊地瓜 羊地瓜 还有呢 还有有时候我们那个 像高丽菜有时候烫过 或者是我们的角白笋烫过 我们就用这个万用酱 蘸 真的很好吃 而且在夏天吃也更好吃 对 所以不只这样 等你一起去发展 等你一起去创意 我们把这个万用酱 为什么叫万用酱 因为说 这项酒可以做很多地方 你想到要用什么菜 你就把它放下去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学一道菜 就会做很多菜 所以我跟学生讲 最重要的是叫什么 复杂简单化 好做营养家 素人变达人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大家都会 大家都来享用素食 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一盘 希望大家都会做 沙茶干丝 材料 五香豆干 芹菜 香菇 红萝卜丝 萝卜干 调味料有 沙茶酱 素蚝油 香油 素高汤 做法 一 先将所有材料切丝 芹菜切断 二 起油锅 先把豆干丝过油 备用 三 利用二支油锅 留下一点油 即可依序放入香菇丝 红萝卜丝 五香豆干 萝卜干 加入一点水 沙茶酱 素高汤 素蚝油 最后放入芹菜 拌炒几下 滴几滴香油 集成一道美味佳肴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是回萃 你看什么叫回萃粒 大家都喜欢买回萃粒 就是这个颜色非常的卖 那回萃是什么 做成是用菠菜 或者是青椒菜的叶子 或是其他青菜的叶子都可以 但是我们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种回萃 实在太麻烦了 你一般的塑料店 你随时要跟他买 你说我要买回萃 他们就是给你这个 我们选择的是菠菜回萃 所以很棒 那再来这个叫做白玉 你看非常的白 绝白 真的你看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白玉是什么做成的呢 是豆浆 还有花生 其实就是豆类嘛 豆类加花生 那就两种营养了 对不对 那这两种加起来 做起来会非常的美 那这种 这个白玉呢 它有的有时候是做成大合的 也有小合的 看你要做什么 你就买什么样的造型就可以 其实内容是不变的 你这两种加起来 做出来颜色跟这种感觉会非常的棒 所以 阴阳也非常的好 请你 记得来做回萃白玉 逸品师姐啊 我们你看看我们做的这几道菜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大部分上两道菜都是做比较重口味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比较淡一点的口味 我们这一道来 我们来介绍一个回萃白玉 回萃白玉 淡口味 但是颜色又很漂亮 你看看 我们这个我们叫回萃 对不对 对 回萃是什么做你会记得吗 我知道 豆浆 还豆浆啦 花生啦 就是豆类做的就好了 我们自己没有做过 但是我们买的比较快啊 这样才30块啊 我们买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大家去买这种回萃就可以了 他这种有很多做法 有四方形的 有长方形的 有各种的造型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买 今天买半岩形的 我们代表什么 圆满 无惠圆满 对不对 我们好 欢迎来那边 好 再来我们介绍回萃 回萃呢 回萃是什么做的呢 菠菜 你看菠菜 它记得很好 你看这个真的是 树人变达人 已经在达人的路上了 已经很快了 这个是毁萃 就是用菠菜做的 我们一样不要自己去做 太麻烦了 因为要做一个菜 一天煮过六点 现在也要不要煮好 买一盒也是40块左右而已 买了就可以煮好几次了 这个很简单的做法 来我们介绍一下配料 枸杞 枸杞 枸杞的话 我们记得买来的时候 泡一下热水 洗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泡很久 泡个味道 枸杞的味道都在汤里面 都倒掉 那太可惜了 我们洗一下 就这样干干丝丝的 这样就好了 再来很简单的 就是一点高汤 因为我们一定这个 我们没有用熬高汤 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高汤 才会有一点味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加一点高汤 然后加一点盐 盐不用大家介绍 大家都知道 加一点盐 那最后呢 一定要加上一点太白粉勾芡 因为这个葵萃的话 跟那个豆腐脑的话 那个白玉是圆的 而且外表是光滑的 所以不容易沾到那个酱汁 所以味道比较差 所以我们要勾芡 一点勾芡下去就很OK 才会黏着性不够 最后要起锅 撒上一滴滴的香油就好了 让它看起来很亮 而且又有香味出来 好 我们请丽萍师姐来试换 好 开瓦斯 这个很少油 等于说都没有什么油 你看看 很好很好 加水 多一点点 没关系再多一点 好 差不多了 看看 还可以再多一滴滴 没关系我们铃铅可以一盘做起来 让它有充足一点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很简单 水已经快开了 大家注意看 就这么简单 连小学生来做都会 所以你觉得别怕 就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你看 萎萎放下去 已经绿绿的 看起来没怎么样 它是很快的 加一点调味料 多一点点 好 OK 好 加上一点高汤 你看总共加起来 两分钟就做成了 你看很快 加上一点高汤 OK 好 再来 再加上一点太白粉勾芡 要先勾芡 你不要回出去下去勾芡 白玉放下去勾芡 你就全部都完了 因为那个是豆腐的 很嫩很嫩的 你绝对不要 要先勾芡勾好 先勾芡 勾芡的时候水一定要滚 没有滚勾芡会 会不行的 会一坨一坨的 所以要勾芡一下 再多一点点 好 这样可以了 好 这样OK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最后来放下枸桔 好 枸桔 好 枸桔放下去 OK了 撒上香油 好 OK 一滴滴就好了 好 一滴滴香油 OK OK了 可以关了 记得我们本你会做的话 你自己有把握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毁萃 好 这样放下去 但是我们今天不放 为什么不放呢 因为我们 要让大家知道 你有把握你才放 好 那我们今天示范给大家看的是 在这里 我们已经蒸好了 刚刚一边做高汤 一边就 已经在电锅里面蒸 蒸的 这本来就熟的嘛 蒸个两三分钟 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嘛 好 我们把它淋上 这个 葵萃白玉 哇 这道做起来真的 很清淡 而且很漂亮 真的是红的绿的白的衬托在一起 非常的美 又好吃 而且又美 绿绿的白白绿的 OK了 再一点点就好了 OK 好 这样就OK了 这些剩下留下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葵萃白玉 其实做素食在推动的话 真的你要有自己 本身有尝试到这种好 对不对 不然很多人说 其实我刚开始我有排斥吃素 但是我做素食以后 我觉得说很棒 所以我就很认真地去推动素食 我希望大家都来推动素食 好吃的素食 我们先养出去好不好 好 好 大家加油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 加油 翡翠白玉 材料 豆腐脑 翡翠 枸杞 调味料有 素高汤 鹽 太白粉 香油 做法 豆腦蒸熟 排盘杯